大家好,我是水皮 欢迎各位来到ESG会客厅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 最近市场关注的非常高的虚拟电厂 8月26号中国第一家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成立 就是设在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的 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 根据报道,深圳的虚拟电厂 已经进入了分布式储能、数据中心、充电站、地铁 等各种类型的复合聚合商14家 进入的容量大概达到87万千瓦 接近一座大型煤电厂的装机容量 预计到2025年 深圳会建成具备100万千瓦级可调节能力的虚拟电厂 逐步形成年度最大复合5%左右的稳定调节能力 那么什么是虚拟电厂呢 其实就是通过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和软件系统 把各类分散的可调节的电源和复合聚合起来 形成一个虚拟的电厂 进行统一调度和优化分配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厂 而是一个将现有可调节的电量集中起来 然后协调分配资源 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的能源管理系统 可以理解为平衡氮季和旺季的用电量 以防止旺季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 在这注意的是呢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早在2018年 中国虚拟电厂标准就获得了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批准立项 目前呢 中国虚拟电厂总体上处于4.4反阶段 十三五期间江苏上海河北广东本地相续开展了4点 今年以来啊 虚拟电厂更是频频迎来政策加持 而最近相关话题之所以很热 是因为今年夏天各地持续高温 用电量的飙升 出现了电不够用的现象 所以虚拟电厂这个概念再次备受关注 比如说今年四川就因为水前火热上了全国新闻 一方面呢 夏季用电量需求大 另外一方面高温下呢 水位变前四川的电力主要来源于水电导致的供不应求 国际上同样如此 在高温干旱的天气下 法国今年一月份以来啊 占全国水电装机容量 七成以上的罗纳河谷 RB13以及蓝色海岸地区 水电发电量减少了60% 今年一到五月份 意大利的水电发电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四成 如果是火力发电 一定程度上发电量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在碳中和目标之下呢 火电与风电水电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风能和水能呢 又具有波动性 所以供电的不稳定性问题就凸显出来 也就是说 虚拟电厂可以解决供电不平衡不稳定的问题 根据国家电网的测算 如果通过火电厂 实现电力系统的消风填补 满足5%的风值负荷 需要呢投资4000亿 但通过虚拟电厂的话 投资则需要500到600亿 成本则是火电厂的1% 同时呢虚拟电厂还会催生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 据预测2030年虚拟电厂的运营市场规模会超过4500亿 到2050年虚拟电厂的投资建设规模会超过300亿 目前A股纳入虚拟电厂概念指数的公司大概有50家左右 其中14家流通市场超过100亿 这里提的是国外虚拟电厂的发展呢已经相对成熟 从21世纪开始 虚拟电厂的概念呢就在德国 英国 法国 荷兰这些欧洲国家兴起 已经拥有多个成熟的示范项目 而且在电力市场中有稳定的商业模式 目前啊中国的虚拟电厂还处在发展阶段 但随着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政策击牌 也就标志着中国虚拟电厂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